女人可以真爱,但不要深爱,不要在爱情里受伤害 在爱情中,女人都比较疯狂,不理智,一旦陷入爱情就无法制八 但是爱情从来都是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不能一味的为了一个人去妥协 可以真爱,但不要深爱,不要在爱情里受伤害 一,女人要明白,不要为不切实际的欲望迷失自己 要好好为自己活,不要为了一个人去无下限的放低自己 也不要一味的依赖男人,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你的救世主 能拯救你的是你自己,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要靠自己争取 女人要有自己的意识,不要单纯的就相信别人 也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好,不要爱上有父之父 不要做自己都原谅不了自己的事情 不要为了单纯的事情去让自己烦恼 烦恼多了就会对生活失望,不要自寻烦恼 因为我们是烦人,没有处理激受问题的能力 有些欲望就不要去触碰 三,不要过于相信男人的承诺 男人说的话只是当时很认真而已 后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 要给你自己留后路,什么话都不要说得太满 一个人真的爱你,就等他做了再去相信 四,看一个男人什么样 不但要看他对生活的态度,也要看他的朋友 通常他的朋友什么样,他也什么样 物与类聚,人与群分,一般不会错 五,请远离不舍得为你花钱的男人 一个男人不舍得为你花钱,别指望他以后赚钱会给你 这类人都是极度自私的 小气的男人同小心眼的男人同样可怕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没有你好日子过 六,一个男人懒得跟你联系的话 请你不要再去找他 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借口,都在说明他其实不在意你 真正爱你的人一天不见就会六神无主 他做不到说明不爱你,最起码不是深爱 男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好 可以真爱,但不要深爱,要给自己留个后路,让自己好过一点